中共當局做出新的規定 大使館有權決定是否發給中國公民回國的健康碼 目前傳出很多海外華人被拒絕 有些從其他國家轉機來美國 在美國無家可歸的華人 只能在機場舉著標語抗議我要回家 中國各地相繼發生群聚性感染中共病毒肺炎 地方政府陸續發布通知 要在外地的鄉親非必須不要回來過年 現在還傳出中共大使館要求海外華人 非緊急不要回國 北美華人網站华人.us的一個熱帖 作者分享他父母無法回國的經歷 作者寫道 他的父母都是旅遊簽證 因疫情已經滯留美國一年了 簽證馬上就要過期 預計搭乘AA127航班飛往上海 已經先通過中共使館規定的 48小時內核酸檢測和血清抗體 雙檢測陰性證明 沒想到就在搭機前 大使館只給他們發放不可返國的紅碼 兩位老人拖著行李在機場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飛機離開 作者說 最諷刺的是 整個過程大使館對他們冷酷無情 反而是機場工作人員耐心幫忙 連機場旅館的服務人員都主動過來協助他們 幫他們答應標語 十幾位拖著行李遮蓋臉部舉著抗議標語 我要回家的中國公民 在美國達拉斯機場大廳徘徊 一位中國公民說 其實現場有很多人都很憤怒 都同意舉牌抗議 可是要拍照的時候 很多人默默地走了 我理解他們的苦衷 他們怕會被請去喝茶 而這些有勇氣舉牌的人把臉遮住 也是害怕被網絡暴力 害怕國內的家人受牽連 這些人想回國的這種心我可以理解 可能他們也有其他什麼原因 然後被這個共產黨帶拼節奏了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中國是最安全的 中國現在又沒有藥 也沒有有效安全的疫苗 那些都是吹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這種心情 和這個宣傳它是有關的 中國一直宣傳這個中國大陸 已經控制住疫情 然後中國現在非常的安全 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 作者哭訴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 回國的最基本權利 竟在毫無標準的情況下被剝奪了 在平常可能有很多人會誤以為 中國人漸漸開始享有了一些權利 但是一旦有什麼緊急情況出現的時候 這些權利就立即消失了 是因為他們的這些權利 跟中共權利核心的利益發生了衝突 他們不知道實際上一個國家的真正的強大 必須是這個國家能夠保障最底層的 最無權無事的 最弱勢群體的他們的權益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中國人的生老病死 安全與否 並不在中共當局的考慮範圍之內 這件事情凸顯中共系統性的人權迫害 其實是無所不在的 中國公民有家不能回 還求助無門 相比之下 臺灣人民就幸福多了 根據自由亞洲報導 海外歸國的臺灣人 從下飛機的那一刻就由政府協助辦理手續填寫資料 出關後 搭乘防疫計程車到防疫旅館 隔天馬上由地方政府送來防疫包 提供各種資訊協助 細緻到包含書單 健身APP的推薦 這些海外歸來的臺灣人希望外界都來看一看 一個防疫成功的地方是如何做到的 中共大外宣的電影《戰狼2》中有句臺詞受到熱捧 現在的中國護照不一定能帶你去世界各地任何地方 但是能把你從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地方接回家 但現在聽起來格外諷刺 不管有錢沒錢 拿什麼護照 只要中共大使館不同意 誰都別想回家過年